哈喽哈喽,该聊闲枝断舍离了 那行,我们就看看七八月份我都清掉了哪些东西 那我们从这个Sunbound的防晒说起 其实这一支我还是蛮喜欢的 它是属于比较润的那种,也不会特别油 用来擦身体还挺舒服的 不过防晒指数稍微低了点,用的就比较少了 再拿出来一看的时候,已经有水分离了 好吧,送你走 ELF的这个粉底液,印象中我还是挺喜欢它的 价格美丽,但时间久了 我怕影响测评的结果,就不留了 等之后买了新的,再给你们测哈 OGX,摩洛哥坚果油修复护发素 这名字还挺拗口,没有很难用哈 只是味道有点刺激 可能是因为我不喜欢同款的洗发水 所以连带人也不怎么喜欢这个护发素 产品很稠,有点挤不出来 送小好伴试试吧 海兰之谜的护唇膏 虽然说海兰是我的爱牌 但即使有滤镜,我也只能说他们家这个唇膏一般般 没有啥突出的特点 价格还不便宜 好不然用完了我之前的普通包装的 本来想再坚持用一下这一罐 但是用了很久才用了这么一点点 放过自己吧 阿玛尼的三支口红或者唇药 之前出阿玛尼合机的时候整理了一下 这三支应该是不会再用到了 也就不留着占地儿了 OK家的卸妆棒 应该是这么毒的吧 我记得刚拿回来的时候 它特别的香 就水没开包装 和这老远我都知道它很香的那种 受不了味道 加上我现在比较不喜欢变形的那种产品 就啥卸妆棒之类的呀 所以就放到了快过期才用 等用的时候我发现几乎没有什么味道了 实用感还不错 但是依旧提不起我使用的兴趣 然后就过期了 好吧 感谢你来过 前面跟大家聊的呢都是正装 其实了解我的姐妹们知道 我对小样是很重视的 那我们就一起看看那些小样 德美乐家的这个小精华 一开始我对他们家的东西 还是蛮感兴趣的 但是越用越无感 刚打开这个小样 泵头就坏了 算了算了 不用了 Biosyns面膜小样 名字比较长 我打出来大家看哈 它是一个橘红色的面膜 质地呢更像面油 还挺有流动性的 上脸倒没啥不适感 但我不喜欢它的味道 质地也怪怪的 洗掉之后倒是不会很油腻 但是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我想仔细查查细节 官网啊斯普兰都不卖了 算了吧 我也不要了 最像 其实我之前有想过单独出个视频 聊聊他们家的 但是 就是存货压的太多 我们就先聊这三个哈 超A是黄唇精华 就是左边的那支 看大家的评论都说油 我晚上用着 其实觉得油的部分还能接受 但是味道 我是真受不了 往脸上抹 就像是在抹药 太难受了 然后中间那支呢 是晚安多酸精华 最右边的这支 是婴儿肌面膜 这两个我就一起说了哈 因为它俩都是酸类产品 我呢倒是能用 不过认真的说啊 最像他们家的酸类产品 是真的猛 我都是小心翼翼的用 生怕皮肤敏感了 浅试一下 就不继续使用了哈 说的也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争取下条视频再见咯 贝贝 优优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